你知道平野矿泉灵异事件吗 两名高中女生 消失在平野矿泉废弃旅馆中 直到24年后 尸骨才被人重新发现 这两个女孩经历了什么 直到现在都还是个谜 当时这两个女生和同学打赌 为了展示自己的胆量 他们来到废弃的平野矿泉旅馆 当天晚上 俩人还给同学发了消息 说这地方也没那么恐怖 可放了这头消息后 直到第二天 俩人就再也没有任何回信 警方出动搜救队 把平野矿泉周围搜了一遍 可俩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一点踪迹都没留下 这一宗悬案搁置了24年 再次听到他们的消息 是在2020年 有人从河里捞出他们的尸骨 经过DNA对比 确定是两个女生无疑 这家平野矿泉旅馆 坐落在日本渔金市 现在在卫星图上 还能找到她的遗迹 这家旅馆和之前提到的 斯坦利酒店一样 由于曾经发生过 许多诡异的事件 一度被当地人列为旅游禁地 甚至著名导演青水虫 还以平野矿泉为背景 拍了部电影 他就是2022上映的恐怖片 牛手村 说呀 这个平野矿泉旅馆 所在的马家屯 有个可怕的习俗 他们认为双猫胎是不好的征兆 所以一有人生双猫胎 村里人就留下小的 把大的戴上牛头面具 然后扔到山东里祭舔 长年累月下来 马家屯死去的冤魂不计其数 但这天村里有一户 家庭产生了想法 为了让两个孩子都活下来 父亲把小的给偷了出来 这样村里以为 他们是独生家庭 妹妹跟着父亲去城里定居 姐姐就跟着妈妈在村里生活 只要姐妹俩不见面 就不会有什么事 结果这天一群小网红 来到了平野矿泉旅馆直播 他们让同伴大美戴上牛头面具 然后把他关进电梯里 因为传说这部电梯 连接着异世界 本想要整个活 场场热度就结束了 不料一双手 突然抱住了大美 他慌乱中一通乱抓 抓伤了电梯顶的一只手 随后电梯就坏了 连同大美一起坠了下院 两名网红来到楼下查看 却发现大美不见了 电梯里只剩下了那个牛头面罩 第二天 两个网红接连去世 一个被车撞了 一个跳楼自尽 与此同时 相隔千里的小美 发现自己的手臂有几道爪印 她以为是自己做梦挠的 就没放心上 结果第二天晚上 小美感觉到背后有人靠着她 看到床头的镜子 小美有点害怕 坏了 难道是中学高 小美吓得一声尖叫 可回头一看 觉得啥也没有 第二天小美在网上 看到了那场直播回放 她发现视频里的人 居然跟自己长得一样 小美想到这人 很可能是自己的姐姐 于是她按到直播中的弟子出发 准备去马甲屯调砚 你相信说墨胎之间有心电感应吗 姐姐被困坠落的电梯 临时前她抓到一只手 可相隔千里的妹妹手臂 却被同时抓伤 得知姐姐的死讯 小美来到事发地点查看 果不其然 她在电梯里的镜子中 看到了姐姐的亡魂 为了搞清楚姐姐是怎么死的 她为什么和自己产生联系 小美来到姐姐居住的马甲屯 在这儿她见到许久危险的家人 以及卧病在床的奶奶 可一直神志不清的奶奶 仿佛早知道小美会来 晚上小美住在姐姐的房间里 她看着手上的抓痕 想着奶奶说过的话 难道姐姐真的是在向自己求救 正想着呢 她突然听到了身后传来哭声 小美伸手一摸 原来是牛头人又找来了 一想到这次死去的姐姐 小美顿时就不害怕了 她撞着胆把面具拔了下来 可这人一扭头 居然是个陌生的面孔 小美被吓一跳 姐妹你谁要 小美一声尖叫 从噩梦中惊醒 根据小美的描述 小美的爷爷推测 这位陌生的姐妹 很可能是小美的二奶奶 因为小美的奶奶 小时候也是个双猫胎 当时村里要抓奶奶忌天 但二奶奶戴着牛头面具玩爽 结果她就被变成要忌天的那个 让村里人带走了 得知这件事小美渐渐明白了 给她托梦的妻子并不是姐姐大美 而是二奶奶灵子 因为灵子是替死鬼 她怨念太强 所以利用双胞胎之间的心电感 要联系小美 想让小美救她出来 小美回到了城里 继续查找大美姐失踪的线索 可坐电梯的时候 同伴小胖发现自己的脸 变成了牛头 紧接着小胖精神失常 朝着小帅扑勒过来 结果俩人挣扎中 突然电梯坏了 小胖腰背尬了 大厂也恨西北 联想到之前去世的两个网红 两个人欢迎灵子是变成了厉鬼 见谁尬谁 于是小帅决定不查了 他要回家了 可万万没想到 就在回家的路上小帅出事 惊恐的小帅回头一看 一群面色惨白的人盯着的 这显然不是阳间的玩意 紧接着这群人一拥而上 把小怪给整没了 第二天小帅被警方发现 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只知道他的手里 一直紧握着一个牛头雕像 同情的小明告诉他 这个雕像是 马甲腿村口的地藏扑子 但奇怪的是 上面这根红尘 这是大美临死前一直戴的 这根红尘 为什么会出现在小帅手里 难道这俩人还有一团 这个女孩的腿上 居然鼓起了一个娃娃脸 随后越来越多的娃娃脸 开始向女孩的头部汇聚 最终女孩承受不住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刚才 小美带着牛头雕像去找奶奶 她本想问问 这雕像是怎么一回事 不料奶奶摸到雕像的瞬间 突然开始浑身发抖 她死死抓着小美的手 并把她按在雕像上 等小美俩人反应过来时 他们已经调到了异死界 这个地方 这是马家屯出自双胞胎的山洞 恍惚中小美看到了曾经灵子的记忆 灵子被丢进山洞中 并没有立刻死去 她依靠洞中的遗体活了很多年 只当有人听到洞中灵子的哭声 才派人来查看 灵子试图爬出山洞 出于恐惧的本能 他们把灵子捅了下去 随后又用木柜把她活活戳死 就这样 灵子带着双背的怨念死在了山洞中 与此同时 小美也发现了躲在一旁的大美 俩人带着大美爬出了山洞 而灵子则带着怨念从上 成了阿飘 三人从山洞中逃了出来 小美和大美俩姐妹也终于相认 可三个人还没穿口气 灵子就爬了出来 灵子抓住了大美 瞬间让她变得神志不清 小明和小美合力把灵子扯开 又把她塞进了山洞里 随后带着大美准备逃离马家屯 可就在快出村的时候 一群带着牛头面具的小孩冒了出来 他们躲在一个个大人身后 再出来就变成了一模一样的人 这些都是身受马家屯荼毒 然后冤死的双帽胎 三爷逃离了马家屯 来到了一处山崖上 他们以为自己终于安全了 可突然间大美开始尖叫 她的身上出现了无数婴儿的脸 随后她的意识开始逐渐被占据 最终变成了灵子的样子 灵子扭曲的身体向俩人走来 可在俩人不停的呼唤中 大美恢复了一瞬间的意思 大美的话让小美深受感动 于是小美走上前 抱着大美跳下三眼 小美也追着两人一起跳了下去 意外的是 三爷儿并没有死 而是坠落在电梯的轿下里 到这儿他们才明白 原来传说是真的 平野矿泉旅馆的电梯 真的能通向一世界 影片的结尾 大美带着灵子的照片 来到村口祭奠的 顺便归还了无头地上的脑袋 可就在她离开不久 牛头雕像掉了下来 可爱そうよね